直播间的家伦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碧玉 是来自中国这间清田的,现在定居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我刚刚在直播间听了我们英国的Elsha老师介绍的美容护肤品 然后又跑到法国巴黎,我们的辛迪老师也是亚兹的多尿酸 也是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就是跟我们的吃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都是外用的,我是内用 不是内用,就是一款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的 每天都要用来洗碗 这个是碟芯,我们的碟芯 但是它不仅可以洗碗 然后它还可以洗水果,蔬菜,任何东西 然后因为它是采用我们的天然的椰子油的高效洁净成分 还有芦荟的天然精华 为什么呢?因为芦荟知道我们都喜欢用芦荟 芦荟因为是对我们的皮肤比较好 因为保护我们的手嘛 我们的女人的手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哦 然后呢,这一款 它因为它是浓缩了 然后呢,我们会再配一个我们的安利的这个空瓶子 都是环保的,它都是不是普通的寿料 那个呢,我呢,平时就是用我们的一资源纯净水 我不喜欢用那个自然水现在 都是一资源的那个水排出来的净水器 然后我们的水可以加到这里 它,它的设置就是很很冷性化 然后它都会给你标起来啊,你到哪里 有人说啊,我喜欢多一点浓一点 那么好,你水少一点 我们一般都是到这里过 然后上面加,把这个倒进去 然后倒进去,摇一摇,摇一摇 就可以了 每次用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盖子一开就差来了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呢,也有两碗水啊 这个也是一资源的纯净水 现在我洗菜 不管洗什么东西都喜欢用那个净水器的水 这样的水龙头我是不会再用直接放进去那个水 因为太不放心了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紫囊花买过来的时候 它上面都有一层白白的,对吧 然后这个白白的呢 我们就看上去就比较,哎哟 感觉这个白白的东西 我们吃进去会那个 然后呢,我就喜欢那个 我们在我们的水里面 加点我们的这个 蝶芯 然后呢 把这个紫囊花 放进去 然后我这一边呢 这个水呢 我就不放那个蝶芯来 就直接放进去洗啊 除了这个西兰花 一般碧玉老师 你也会就是把几乎 家里买买回来的这水果跟蔬菜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洗的吧 对对对 任何东西我都是到这个叠心 放进去 洗水果 洗米 反正所有我要吃的东西 我都会用那个洗 然后那些网啊盘子 我们每次拿过来要吃 我都用那个纯净水 益智原的净水气的水要冲一下 要不然就怎么都不放心 那碧玉老师 你们一家有四口五口人 我们家现在就是大部分就是四口人 有时候我叫两个大女儿一回来 那我们家就六个七 七个八个人 对吧 反正就是用那个 那一公升的这个叠心嘛 你们一般你用的经验会用多久呢 这个如果说每次希望我自己洗 会使家用的穷一点 如果是小孩子跟我家老公 他们都用的很快 我说你们过来这样子用的 因为教他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 现在我家的那个大女儿不在家 就用省了 因为都是我洗 还好就是稀释的嘛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发现到跟毕老师有共同的收获 就是因为这个稀释瓶嘛 就是只是买这么一次 就用到永永远远 然后呢 我们就不小心帮地球 这个节省了不必要的 这个瓶瓶罐罐的这一种啊 所以少了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家是一家六口啊 少说的话 至少这个一公升的 一公升的这个叠心啊 至少可以用上有九个月 九个月 所以还比外面超市买的 还更加的经济划算哦 那毕老师 你的经验 现在我们看看 见证这个时刻啊 你看 哇 对 这个是我们的叠心 直播间的朋友 对了 谢谢毕老师 那个镜头描得非常准 再挪一点点去中间 那个光 大家都看 在往你的右手是吧 啊对 大家有看到落差是吧 我们看到落差好明显啊 一个是 这个是用我们的叠心 你看上面一层白了没有 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放的 就是用我们的抑制缘的沉净水 那就是说这个加了叠心的这个洗碗呢 在洗蔬菜呢 它可以比较更透 把空气中有的那些灰尘藏物呢 可以把它给 这个分解出来 然后呢 纯粹只是用水的 会明显的就是 它就是还保持炎状 对吗 第一老师 对吧 这个太明显啊 这个绿绿的 然后这是白白的 对吧 嗯 对 很明显 我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那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 对吧 我们又看不到 你这个肚子里面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放心 对啊 对啊 所以是讲说在超市上 或者哪里买回来的水果跟蔬菜啊 通过这个热心的 这么安全的这样子 会需要过水了是吧 毕老师 我还要洗了 等一下再用 再用那个清水再冲掉 对 那么这样这么讲说 这个残留的这个农药啊 也可以在这个热心的这边的稀释下 然后好好的把我们分解掉 对吧 对对对 对 直播间的朋友 如果你冰箱有的这个苹果跟葡萄的话 也可以安心用上这个热心 稀释了热心里面都是全天然的成分 来跟你做这个农药的这个把关 把它去除掉 然后呢 同时 我一个泰国朋友啊 他特别喜欢用热心 因为泰国他们的这个饮食方法 都是很喜欢吃那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啊 他自己用了这个西兰花洗了过后啊 然后再过水一次啊 他放去那个冰箱啊 然后他发现到就讲说特别脆爽啊 因为泰式的他们也喜欢爽爽脆脆的这种沙拉式的这种菜啊 所以他也特别的跟我分享这个 我我都到现在都不会忘记的一个一个经验 挺好的 我亲口也吃了咬了一口 确实就是普通水洗的跟有热心洗过 然后呢 他的这个脆感度 还有那个清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B老师 你在这个热心这一款的对于他的价钱 你这边有什么跟我们分享吗 呃 对啊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我们就太太划算了吧 因为我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开超市 然后里面也有那个其他牌子的那种洗洁精 然后我们一瓶买过来也要三四块欧元 对吧 就是五百毫升吗 五百毫升 对对对五百毫升的 然后也用了很快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我老公烧东西是喜欢用油 然后油呢我们呃 弄一点点呢又洗不干净好像洗洗还是油 然后多呢哎呦那个洗洁精冲进去 呃就是说很难清洗 用很多水才能把它洗掉 然后用这个呢我们也没关系 嗯容易清洗你看因为他他我这个里面已经到了很多你看也没有那么多泡泡对吧 嗯 所以如果是用那个洗洁精的话呃 那个下面留下来都是泡泡然后你要水要冲冲冲冲冲你不冲干净你不敢吃对吧因为那种洗洁精嗯不是呃存天壤呢我们也不如果是这个我们对叠心因为它是用椰子油呃原生物 还有融会这些就像吃到肚子里面也不会中毒就是没有无害也不会然后他也就是说能也能很很容易帮助我们的这些水素菜水果里面的那些长流的呃呃农药我们稀释掉鱼猫我们洗就是呃洗掉干净所以说这个是然后我们的融会然后保护我们的对啊手也不会 每天用那个洗洁精我们叫到了冬天那个手就像刷子一样洗衣服刷子一样哎呦很粗糙然后这样我们的手真的我手都没有那么感觉没有那么大啊不会有那么粗糙的嗯对第一老师直播间有个问题马上给你读出来请问叠心可以拿来洗肉吗可以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洗啊那你的经验在洗 洗肉的可以举个这个例子吗你洗过拿来什么洗肉呢这个我们得得知道这直播间的朋友这位朋友他如果拿来洗肉的话呢是怎么样的是是肉是需要经过洗的对啊 对啊洗的要洗的嗯我们也可以你用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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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 里面的成分都是天然的 那你来洗的话呢 也容易在过水嘛 然后不做任何的这个 这个可以把洗肉的 可能有某些的要求的话 可以轻松的把热心给冲掉 所以这个有直播间的老师 也有拿来洗肉挺好的 那B老师有最后的什么补充吗 我们在你这边收益到 这个示范挺好的 它除了把我们的农药 这些长流的毒药 把我们分解掉海壳 就是洗那个油 我们我们的油 就是烧好以后 有的人很喜欢用油嘛 家里比较油腻的 然后用这个叠心洗洗 你就容易 我呢也用热水嘛 更容易因为冬天的话 那天的话也没什么那个 你就用那个 你海绵 把这个叠心倒一点点在海绵里面 然后你捏一捏 就有泡泡了 然后你再一个一个把王 擦了 王弄湿 然后擦了盘子 弄湿放在那里 然后冲一下 那个水 就不会像我们其他的牌子 那个留下来 他留下来都是透明的那个水 看上去 就是比较 让小孩子洗 如果不是很干净 你也会不会觉得太那个 也会比较 就是不会太担心 他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害 对吧 非常好 谢谢毕业老师